兰州巴尔地摩市当地重要交通枢纽凯伊桥 3月26号凌晨 早满载货柜的货轮撞击后断裂 坍塌桥面坠入河中 经济损失难以预估 1977年开通的凯伊桥 每年有超过1100万辆车通过 临近的巴尔地摩港 是美东最大卸载港口 全美第二大煤炭出口港 也处理最多的汽车和轻型卡车进出口量 如今水道关闭 港口无限期停摆 没有其他路线可以出入 煤炭出口受到干扰 即便部分进不了港的船只可以紧急改到 部分货物也能调整运送路径 然而还是有大量出不去的货柜 水道封闭越久 经济损失越大 货柜运输 确保世界贸易的流动 货运延 武汉改变路径都会增加成本 也可能推高通货膨胀 当面航运巨头马斯基 证实乘租肇市货轮达利号 事故也导致马斯基股价 在26号盘中大跌4.5% 经新闻读用的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